能否成功 我大军逼近长安 草卫防我于前而不顾其后 举世不难 克服中原 重新汉世 知日可待 知日可待呀 丞相 孟达举世当饮一杯 好 获此加音不妨小酌 杯酒 骑 骑 骑 起 启禀丞相有紧急军情 请 魏主曹瑞一面亲领兵马驾姓长安 一面招司马懿赴职 加封平息都督 近起南洋诸禄兵马 同志长安会合 丞相 再去仔细大谈 一有军情 速来兵报 是 是 丞相 亮曹瑞何族倒在 他若来到长安 可旧而勤之 丞相 何故如此惊讶 曹瑞何族局所患者为司马懿一人而已 今孟达欲举大事 若与司马懿 岂是必败 孟达绝非司马懿对手 必为司马懿所勤 孟达若死 终愿不亦得业 丞相 何不急修书信 令孟达小心提防 但愿孟达做事机密 不为司马懿察觉 人言诸葛亮多心 金官此信果然不假 孟将军 信中所言何事 诸葛亮在信中主我 极易机密 不可轻易托人 小心从事 严防司马懿 司马懿 曹瑞已恢复司马懿官职 令他起南洋 诸鹿之兵马前去抗暑 司马懿官赴原职了 官赴原职了 这 诸葛亮过滤了 万城离洛阳八百里 即使司马懿闻之我举事 须表奉魏主 往返一月 待他起兵来伐 已然晚矣 孟将军所言极事 孟将军所言极事 禀报都督 金城太守申疑 拆家人前来 说有机密钥匙求见 金城太守申疑 带进密室 是 你来报信 孟达可曾知晓 孟达毫无觉察 此乃圣上七天红福也 父亲 出了何事 孟达串通金城太守申疑 上雍太守申担 欲图谋反攻占洛阳 诸葛亮兵在祁山 杀得内外人皆丧胆 金天子不得已而驾兴长安 若不及时用我 两经休矣 沈将军迷途知返 举报叛贼 乃明智之举 我当奏鸣圣上 余意加赏 谢都督 父亲 此事应如何处置 是否急写表彰 伸奏天子 不可 若等圣旨 往复一跃之间 洛阳必落于孟达之手 孟达谋反 必与诸葛亮通谋 我先擒此贼 诸葛亮定然心罕不战自退 传令 全军即可开往新城 一日要行两日之路 如有持物者 力战不赦 是 父亲 圣上指定前往长安会合 如今兵发新城 有违旨意 圣上若是怪罪父亲 一物战机 非也 为大将者 指此国家威王之计 不当机立断 铲除祸患 是毒之也 我一决 已能小辈无知 休要多言 来人 宿命参军良机 携我军令 星夜赶往新城 命孟达整顿兵马 准备随同出征 是 你可火速返回 面见申将军 让他佯装无事 准备同孟达一起举事 只是拖延时日 带我大军到来 一同擒贼 好 此事 万万不可露出破绽 请都督 放心 你等 即刻随我 赶赴新城 是 孟达不听我言 必死于司马懿之手 丞相 何出